Liz Unboxed 我是杜芳 今天跟大家爆箱的 就是 Kachanko SX3 Gear Gordo Dash 幸好就是今年霧面超人Kachata的電單車 今年這部車 真的很快就推出 因為我經常看節目都說 拉打一定要有電單車 沒有車期 怎樣叫拉打呢 但現在電單車的元素 在霧面超人劇集中 就越來越膽薄 始終電單車長片難拍 二來車又要運輸 可能成本很高 所以變相電單車 其實在拉打劇集中 出的次數很少 五隻手指數得全 出場機會這麼低的情況之下 所以電單車的商品 Bandai 都不是這麼看好 所以車都很少推出 就算推出 可能是隔了一段時間 才AXX會推出 有些簡直是推出都不推出 這部車 老實說 造型是很漂亮的 機械是很十足 而且整部都是金光閃閃 所以這部車我自己是挺喜歡的造型 隨口附送還有這個HOOPBA 有HOOPBA ONE的公仔附送 開來看一看 好 當然有車 廢話 有車的本體 有駕駛電單車的手型 還有HOOPBA HOOPBA ONE的公仔 好 那車呢 因為本身它的造型 都是很大 整部機械人這樣 因為事實上 真的變成機械人 當然 HOOPBA這部 變不了的 你要變成機械人 你要買回之前DX那部 就可以變成機械人 好 給大家看看 前面 不對 這個是側面 這個才是前面 有怪獸養的 還有一隻蟹仔 好 另外一邊 是這樣的 車尾 是這樣的 因為這部車本身 也很巨麥 很巨型 所以這部車 也有些重量 因為我經常說 現在的HOOPBA 那些車 輕到好像沒有東西 空心膠 這部車 本身 有大拳頭 有鉗 這部車的重量 也不錯 一樣 後面也做了一個 避震的彈弓 好 車的東西 最重要是看看 它的電子零件 引擎 因為我本身沒有電單車 我強調多次 我沒有電單車 可能有些位置說錯了 就不要介意 先看看引擎位置 看到它也是 賞色方面 都很用心 你看它的賞色都很漂亮 怪獸的樣子 裡面有一隻眼仔 這隻是蟹來的 那隻蟹的GAMY 裡面有眼仔 鉗也有藥杆 少少可以動 但它這隻金色 就差一點 它又沒有去到屎王 但它封面那個 黃金聖鬥士 封底的也很亮 但出來 顏色就打了折扣 剛才也說過 DX那個可以變成機械人 原本我打算今年 應該這輛車出的機會都很微 所以我又買了DX那輛 那輛 現在這樣拍下去 你看到Astrocrap那輛車 就大駕很多 還有看到傳說中的屎王色 現在對比下去 剛才我想收回我的說話 對比下去 Astrocrap的顏色漂亮很多 還有這輛車 就是GOLD 金色GOLD的標誌 要貼貼紙貼上去 Astrocrap當然不用 還有那一句 因為之前我不確定它會否出 Astrocrap的車 所以才買這輛 如果現在有這輛的話 這輛就再見了 好 試一試比例先 我們先站在旁邊 嘩 挺漂亮 老實說一句 今年Caçada的造型 我挺喜歡的 閃亮亮 挺帥 加上車 不過其實這輛車和它好像不太配搭 一個金色一個藍色 不過是漂亮的 兩個造型都漂亮的 大家可以看到 站在旁邊的比例 暫時看上去都好像OK 還覺得這輛車好像有點過大 先下一個地座 這個就穩陣一點 這個其實也不夠力 有一個地座穩陣一點 好 好 之後呢 就騎回寶太郎上去 Catcha 上次和大家開的電單車 就是這個新的Cycron 但因為可能觀眾說 這個病本本身腳又長又高 加上那輛電單車 Honda那輛電單車 本身也是一些小車 爬山電單車 令到Shinkaman Rider 2加1的比例很奇怪 這次 無話可說了吧 電單車本身已經很大台 加上這個永德 即皮套演員永德 身形又不是太過高瘦 好緊要 這次的比例 大家應該滿意了吧 給個正面打看一看 哇 真好漂亮 閃亮亮的車 又閃過人又閃 很聰明的事情 不過很老實 如果之後 HF出這個Daybreak的話 我相信出的機會都很大 我想應該是那些雲展 出的那些改式東西 雲展應該有機會出Daybreak HF 有Daybreak之後 我會給Daybreak駕駛的 因為Daybreak一出場 都是騎這輛Mododash出來的 帥氣很多 反正寶太郎 你後期都不駕駛這輛電單車 比Dai Go駕駛好 可動英雄 即是大陸那一套 合幻的電單車比例 整個比例都錯了 好像小孩子騎的遊樂園那些車 HOOPBAA 超煩膠的東西 HOOPBAA 好 讓大家看看 雖然HOOPBAA小小 但相識很漂亮 肚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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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漸變色的 它不是整隻是黄色的 它有少少骯髒的 都是漸變色的 是昆蟲生物 它是有的子 如果你有那些雲Stage 你就可以踩起它 飛一下飛一下 如果你沒有 不想要一顆的子 就可以拔走它 但這個位置 就補救不了 穿了個洞 這隻HOOPBAA1 原來是有關節的 哈哈 雖然這麼小 但它有四隻手 這隻小腿 可以動 可以動的 真的 哈哈 另外 它後面那兩隻小腿 都可以動的 都可以動的 HOOPBAA1 HOOPBAA HOOPBAA 好煩啊 哈哈 它一出場 兩人都很吵 被抱著它 HOOPBAA 這個寶太郎 很小的時候 已經認識HOOPBAA1 雙色大變成更濃 對 HOOPBAA1 很漂亮 照片很漂亮 像是真無面 超人 另外 它電單車的爪 這裡可以打開 還有沒有拍過駕駛位 給大家看 駕駛位是這樣的 這裡應該有電腦屏幕 不知道這部電單車的螢幕 是用來做什麼 是否有些追蹤 或者有些 上Youtube可以按片看播歌 這些不知什麼 這裡有些螢幕 整部電單車 都是挺仔細 做得挺漂亮的 以上就是這個 GORUDO DASH的玩法 車真的做得挺漂亮的 再加上 神來之筆 還有HOOPBAA1 因為HOOPBAA1 都是一個今年很重要的角色 GAMMY 和保太郎出生入死 我不知道這部車外 是賣多少錢 好像都沒有什麼人提 但是這部車是無罪的 這部車和人的造型都很漂亮 如果大家喜歡CACATO的話 可以買一部車 都是那句 有車才叫RIDAR 而且今年這部車這麼快出 都是開心的一件事 下駕就到GITS MOOT STRIKER 都會和大家拍完片 大家敬請留意 好 今集暫時先玩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看 還有記得訂閱我們的Channel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下集再見 BYE BYE